蹭着过去了 还有一个人刚走几步就趴下了 最后爬着过去了 只有一个人哆哆嗦嗦的 还算是走着过去了 再动员别人 剩下的那七个人说什么不动了 这个时候教授又把屋子里面 开亮了几盏灯 大家又看到了一个事实 就是在桥和鳄鱼之间 还有一层防护网 教授说 现在还有几个人 愿意跟着我走这个桥呢 这时候又有五个人站出来 因为知道有防护了 所以跟着他走过去 教授问最后的两个人 说刚才你们不从这上走过来了吗 为什么现在死活都不愿意 跟我走回去了 那两个人哆哆嗦嗦的说 我们一直在想 这个网子它就真的安全吗 它一定就牢靠吗 所以说什么也不走了 其实 这可能就是我们所面对的生活 生活有的时候 在你看不清的时候 你反而闯过去了 在你仅仅看到一些表象的时候 你就被彻底吓晕了 而你真正看清楚 生活中的安与危 它之间制衡的时候 也许我们鼓起勇气 心怀恐惧 但还能战胜自我的走过去 其实这个时候 行走作为一种技巧重要吗 我们内心的判断才是最重要的 那么庄子还讲了很多这样的故事 一个人什么样的状态到达最好 他又讲了一个斗鸡的故事 齐王呢 喜欢斗鸡 所以他就让很多人为他来养这个鸡 有一个鸡正在被养着 要以后成为一个雄霸四方的斗鸡 过了十天 齐王呢 就去问这个季萧子 替他训练斗鸡的人 说我那个鸡 行了吗 季萧子告诉他说 还不行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鸡方须骄而逝气 大公鸡盛气凌人 羽毛张开 目光炯炯 非常的骄傲 胸中有一苦气 按我们一般的人认为 这个时候斗鸡不正好吗 他这个时候雄风犹在呀 真正训练鸡的人说 这时候不行 再等等吧 又过了十天 齐王旭说 我那个鸡现在训的行了吗 告诉他 还不行 尽管他的气开始收敛了 但是外在别的鸡 一有响动 他马上还有反应 还想争斗 这还不行 再等等 又过了十天 第三次去问 我那鸡训的怎么样了 他说再等等 现在呢 虽然外头的反应 他可以淡了很多 但是你看他的目光中啊 还叫急事 目光太锐利 你有响动 哗 眼睛就过去了 所以这个时候 他还太敏锐 还有这种攻击心 不行 再等等 又过了十天 这第四问 说鸡已 几乎可以了 这个时候 虽然外面的鸡 还有一些响动 但是他已经不应答了 这个时候 他像个什么样子呢 这就引出了 我们生活中用的一个成语 叫做呆若木鸡 说这个鸡 现在已经训练的 看起来像个木头鸡一样 而这个阶段 把它称为全德鸡 它的德性就已经内化了 都内敛了 所以呢 这个木鸡往那一站 任何鸡一看见它 马上就会落荒而逃 说这个时候的鸡 可以去斗鸡了 其实庄子里面 有很多预言是发人申请的 因为它提供了 与我们常人 大相径庭的判断系统 我们认为 一个鸡 如果真正去争斗的时候 需要像一个将士 上阵三痛谷一样 需要趾高气扬 需要躊躇满志 需要有必胜之心 张于外 而庄子给我们的境界 是当他一层一层 把外在的锋芒 全都消弭了 把一切的锐气 纳于内心 这种内心 其实是一种寒韵 也就是说 并不是他真正 没有斗志了 而是斗志内敛 当这种时候 才可以叫全德 也就是说 最后的争斗 不在于勇猛 不在于技巧 而在于德性 张子讲了一个 普通的木匠 叫子庆 这个人去做什么呢 做祭祀时候 挂钟的架子 其实这是个很简单的活 很简单的器物 但是就是这个木匠 他做出来的这个架子 人人见到 惊为鬼斧神功 怎么会做得这么好 觉得他那上面野兽的形状 宛如真正的走兽一般 栩栩如生 所以大家就对这个木匠 特别的有口碑 那么这个口碑 传着传着 就传到国君那里了 所以鲁侯召见这个木匠 紫庆 要问一问他其中的奥秘 到底为什么 紫庆呢很谦虚 他说我一个木匠 我哪有什么诀窍啊 根本没有什么太大的技巧 他说如果你一定问我 我就跟你说说 无非是我在做任何一个普通的架子之前 我都不敢损耗自己丝毫的力气 而要用心去摘戒 那么这种摘戒呢 为的一个目的叫做 其以静心 也就是说 我去做所有的摘戒 只不过是为了 让自己的内心真正安静下来 那么在摘戒的这个过程中呢 我摘戒到第三天的时候 人就可以忘记了 我最后要拿着这样的东西去封工啊 去受赏啊 任何的庆典啊 勋爵啊 加给我的这个利禄啊 这些东西可以扔掉了 也就是说摘戒到三天 我可以忘利 再接着摘戒 到第五天的时候 我就可以忘记名声了 也就是说 我已经不在乎别人对他是毁啊 是欲啊 是是啊 是非啊 大家说我做的好也罢 做的不好也罢 我都已经不在乎了 那么还要继续摘戒 到第七天的时候 我可以忘却我这个人的四肢形体 也就是说 第七天达到忘我之境 他说达到这个境界的时候 我就拿上斧子进山了 进山以后呢 无非是去看一看 我要做的事 这时候我可以忘记 我是为朝廷做 大家知道为朝廷做事 心有坠坠 有杂念你就做不好 但我这时候 无非就是要做这么一个架子 就是为事而事 所以他说 我就在里边去看呢 有哪些天生长得就像野兽 因为我心静 所以一眼就会看到 然后我就把那个天生长得特别像的木头砍回来 随手一加工 它就会成为现在的样子 也就是说 我做的事情 无非叫做以天和天 这就是子庆的奥秘 这四个字值得我们记住 以天和天 人就应该用那些本身最合乎规律的事情 去应对规律 也就是说 人永远不要和规律较劲